大家好 今天我分享的是逢年过节经常吃的特色食品 炸散子 这是刚炸好的 色泽金黄 吃起来嘎嘣脆 这里边都是空心的 把面粉先炒熟 这样做出来的散子会非常香 炒熟以后呢 再把它过滤一下 套好的花椒水过滤出来 300克面粉 大约加了三颗盐 150克花椒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然后再打入一个鸡蛋 看见没有干面粉了 就下手揉吧 揉成一个偏硬一点的面团 然后用保鲜膜盖上它饧面 冬天气温低 可以饧面一两个小时 饧好的面拿出来就容易揉了 把它揉揉光好 搓成长条形 然后把它分成六等份 然后搓成长条形用油浸泡 要把面团全都浸泡在油中 浸泡几个小时 时间可以多一点 我浸泡了一个晚上 然后拿出来一条 按通常的做法就是把它搓成细长条 我觉得这个效率有点低 太慢了 我改进了方法 我擀成了长条形的大薄片 然后把它折叠一下 再切 这样效率就非常高 油温大约在150度 放进锅里炸 很快它就会飘起来 刚放进去的时候气泡很多 过一会儿气泡就明显的少了 因为面粉是熟的 鸡蛋也容易熟 只要炸成自己喜欢的颜色 就可以加出来了 过年小吃 熬起来了吗 看了吗 起小泡了 用花椒水和面 是起泡的关键 不过各地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新疆和江苏的做法不一样 青海和安徽的做法也不一样 我图省事 也为了节省点时间 把伞子做成了这种形状 对于伸手来说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 另外这种伞子呢 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干吃香脆可口 泡牛奶或豆浆后入口即化 我还有另外一种吃法 就是蘸着番茄酱吃 也是非常的好吃 别有风味 伞子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以前是少数民族代客的主要面食 虽然油炸食物不利于健康 我们偶尔吃一次 品尝不同风味的食物 也能丰富我们的饮食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给我点个赞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